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动了大规模街头斗争 革命期间 同样亲西方的女政客纪莫申科与尤仙科结下同盟 两人经常出双入队 并肩亮相 俨然一对温情默默的情侣 被人们戏称为政治情侣 最后 在纪莫申科大力协助下 本来当选上总统的亲俄派政客亚努科为奇被认定无效 温显科当上了总统 1960年 季莫申科出生于一户平民家庭 父母早年迷移 母亲靠个一国收入将他抚养成人 19岁时 他嫁给一个官商家庭子弟 并成为公共做生意的得力助手 1991年 他们家开办能源公司 仅仅四年时间 就垄断了全国天然气供应 据传 乌克兰前总理拉扎联科曾长期被季莫申科家族生意提供庇护 并将他这个美女富豪引进基辅上流社会 继而引入乌克兰政坛 而季莫申科也善于利用美貌 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1997年顺利当选为国会议员 两年后 季莫申科筹建了自己的政党 并被时任总统库起码任命为副从理 主管能源工作 上任后 潘利推石油开采公开招标 结果遭到政治对手打击 被指控走私天然气 2001年2月 库奇马总统下令将接莫申科关进监狱 尽管只有42天 却成就了他乌克兰铁梁子的政治地位 出狱后 他领导了声势浩大 等乌克兰没有库奇马的政治运动 成为橙色革命的先驱 并成为之后搅动乌克兰政坛的头号力量 由先科上台后 立即任命季莫申科被从理 为赢得民心 他全面否定前政府的经济政策 转而实行高福利的平民主义政策 将当年政府预算中的80%用于社会福利支出 提高工资和退休金 结果导致物价飞涨 通货膨胀 工农业生产投资严重不足 于是 由先科以政府工作不利为由 解散了七个月的季莫申科内阁 虽然遭遇挫折 但争强好胜的季莫申科不甘失败 2007年卷土重来 9月份再次登上总理宝座 颜色革命五年来 由先科主张下的乌克兰政治危机连连 经济严重滑坡 2010年乌克兰总统大选 由先科得票率仅有5% 只好狼狈下台 当时 雄心勃勃的季莫申科也向总统宝座发起了冲击 但败得挺惨 最后 亲俄派政客亚努科尔齐当选上总统 他一上台 立即解散了季莫申科内阁 随后展开清算行动 2011年 季莫申科被指控出任总理期间滥用职权 被判处七年徒刑 送入监狱服刑 三年牢狱生活 使得季莫申科憔悴不堪 2014年初 乌克兰再次发生革命 亲西方派驱逐了亚努科为其总统 释放了季莫申科 当时 他不顾身体虚弱 坐着轮椅前往基辅独立广场 还要鼓动革命进行到底 这次革命后 乌克兰陷入极大危机 克里米亚托乌若俄 东西部爆发了内战 在国将不过情况下 由先克选择退出了政坛 而季莫申科仍然活跃在政治舞台上 2018年6月20日 他正式宣布 将参加明年举行的下届总统选举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听优优独立約